万圣节快到了 餐饮业者也绞尽脑汁要推出搞怪系的美食 包括是老字号的咸酥鸡品牌 季光香香鸡 是特别推出了黑色的五谷炸鸡 搭配红色的火龙果酱 超级吸睛 另外还有台中的拉面业者独创水路两栖的巫婆拉面 里面有卤猪肠 猪脑 还有一只田鸡 吸睛度保镖 这是你的万圣节先接巫婆拉面 请慢用 整只田鸡倒在葱叠进拉面碗里 旁边还有猪脑跟大小肠 地上走的 水里游的都不放过 里头还有一颗烧热的鹅乱石冒着热烟 明明是拉面 搞怪度却爆表 符合万圣节的气氛 我个人不太敢吃 那我希望看着别人吃 拉面汆烫二十秒 黄金烹调迅速起锅 淋上八小时炖煮的豚骨汤底 特条和芳香料画龙点睛 之后依序百入豆芽菜 田鸡 火烤猪大小肠 猪脑 还有解腻用的在地小农番茄 以及甜菜跟腌制的糖心蛋 巫婆拉面 一大碗两个成人吃都有剩 老板开业四年多 万圣节特别研发新品 墨鱼酱汁包裹无辜腿丁 放进油锅里酥炸 老字号季光香香鸡 万圣节也推出超特别口味的炸鸡 黑道会发亮的炸鸡 淋上独创火龙果风味酱 时下最流行的Y2K 缤纷壮色 吸睛度满满 因为那个没有看过那个黑色的鸡块 所以给我的一个印象很特别 今年是我们品牌的五十周年这样 那我们因应粉丝敲完许久的要求 就是推出这个五股炸鸡 那这个五股炸鸡的新组合呢 就是一个黑色的炸鸡跟一个原味炸鸡 万圣节前后 蔡营业者发挥创意抢商机 八月堂推出设计造型可送 从木乃伊 蝙蝠 甚至导弹小幽灵都有 中式港点点点心同样吸睛 芝麻包做成木乃伊造型 可爱到舍不得吃 食物造型百变 韬客好吃好拍 过节气氛浓 话题更是十足 记者高丽利永胜台中报道